沈阳市沈北新区道义派出所接到报案 称在瑞祥家园小区附近 有八辆汽车的轮毂在一夜之间被盗 得知这一情况 民警立即组织警力赶到现场 现在看的就是都是私家车 有这种网上所说的这种叫SUV也好 还有轿车 这个车辆不是特定的车辆 从中华车到高档车都有 民警分析八台汽车32个轮毂 嫌疑人要想在这一个晚上顺利拿走 肯定要有交通工具 顺着这个思路 民警打算从周边的监控里 寻找蛛丝马迹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 仅仅过了一天 也就是在11月25日的早上 沈北新区另一个小区 又有13辆汽车的轮毂 不翼而飞了 25号我是那个在夜主学里头 发现有一个有人发图片 说是那个车轮 就我那停车的路上有人偷车轮 然后那个我一看图片是我家车 我就赶紧下楼就看见了 当时情况就是车轮已经被卸走了 就是用砖头 车是用砖头架起来的 张先生讲 自己的四个轮毂 在4S电荷价大概要在6000元左右 一夜之间平白无故的损失这么多钱 让张先生既气愤又心疼 为了尽快破案减少车主们的损失 民警对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 进行了反复比对 结果发现有一台灰色轿车 和一台灰色V型车 都悬挂着同一车牌 多次在现场出现 这也让民警的侦破方向 锁定在这两辆套牌车上